大家好 欢迎来到《会眼看中国》 我是善语 男生说 我都说过180回了 不要上俄罗斯来投资 不要上俄罗斯来投资 尤其是重资产 又有达哥斯信我 说这手里有点钱 想上俄罗斯投一个大型的炼油厂 俄罗斯今天黄豆便宜 今天黄豆确实便宜啊 豆子打下来了 现在没有价 卖不出去 我还是那句话 别把大笔的钱扔在俄罗斯 你现在看看这厂子 这一排的烘干窑 对面曝光车间 这两个聚房子 这工厂的老板2009年 花了大概人民币900万 2017年的时候不干了 扔下厂子 啥都没带走 据说是成本都没收回来 为什么没带走 因为你在俄罗斯开工厂 你必须得找老毛子 俄罗斯人当法人 落人家的名 你工厂的所有设备 包括你的爆车 插车 货车 全在人家老毛子名下 他想让你卖 你就卖 不想让你卖 你啥都卖不了 老板扔下厂子 走了 第二任老板从2017年 一直到今年春天 又没挣到钱 走了 第三任老板也挣不到钱 费用太大了 特别特别大 老毛子不管你的事 他不管你工厂开不开工 不管你挣不挣钱 我的租金 我的税收 我的各种费用你必须给我交 不交你马上给我走 这工厂看到没有 所有基础设施都非常完善 动力电工业锅炉 曝光车间 来了就能干活 来了就能生产 二十来年 没有中国人在这挣到钱 谁挣到钱了 老毛子挣到钱了 老毛子法人挣到钱了 怎么了 咱中国人上俄罗斯来投资 有饮啊 当韭菜有饮啊 人家老毛子自己都说了 没事 走来一个又来一个 有钱人有的事继续收割 你想建炼油厂 那你把它建在口岸城市 建在虎林 建在黑河 建在隋分河 建在东宁 哪都可以 然后你拿着钱过来 跟老毛子说收黄豆 安全又简单 这位热心的网友劝大家 千万不要去俄罗斯投资 可是中国人在中共几十年的洗脑下 认为俄罗斯对中国人很友好 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钱去投资送钱 网友留言说 投资和旅游一样 要去文明的地方 去俄罗斯投资 跟去索马里没什么两样 近日 俄罗斯向中国留学生发出真兵通知 又引发了渲染大波 让那些在俄罗斯留学的中国学生 顿时惶恐不安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也让不少留学生的家长目瞪口呆 俄罗斯竟然可以向外国留学生征兵 一位学生把紧急通知转发给国内家人 结果让年迈的父母焦虑的一晚没睡 有网友留言 不知道这些去俄罗斯留学的人 到底是什么心态 去俄罗斯学习什么呢 海外的网友们可能不太了解 这几年随着俄乌战争爆发 中共为了利用俄罗斯 牵制美欧等西方国家 除了在经济和军事装备上 直接援助俄罗斯 也对国内的民众加大洗脑力度 把俄罗斯描绘城市和中国 睦邻友好的民主国家 中共为了洗脑工程能够顺利实施 还在许多地区 推行取消英语教学 改为支持俄语教育的政策 中国的河南等地区积极地响应中共政策 很多的学校跟进开设了俄语课程 而中国除了在上世纪50年代的前苏联时期 曾推行俄语教学 从中苏关系恶化后取消至今 再也没有什么学校会开设过俄语课 如今死灰复燃 让很多人感到 中国似乎要回到温哥以前的时代 也让不少年轻人误判 认为未来的中国又将和俄罗斯联盟 甚至认为俄罗斯可能是中国人未来的希望 中俄朝一 这个被西方认定为邪恶轴心的联盟 将要统治世界了 在这样的愚民洗脑政策影响下 很多中国的年轻人 也因为去不了美欧等国家 选择去了俄罗斯留学 甚至也有不少退役军人 因为生活艰难而去俄罗斯当雇佣兵 最终当了一文不值的炮灰 男生说 第一天就叫我来守阵地 连训练也不训练一下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估计也就是把我当炮灰吧 鬼影子都看不到一个 又叫我打什么呢 我又是近视什么都看不到 打什么打 随便打几枪下班了 吐吐吐 行了行了 打完收工了 这位近视眼雇佣兵 在阵地上的应用表现 可能是中俄之间互不信任 又不得不互相利用的真实写照 其实没什么 中国雇佣兵是真正为了热爱俄罗斯 而去当炮灰的 他们都是迫于 在中共国生活的艰难和无奈 他们再傻也不会把俄罗斯当成祖国 当然俄罗斯也深知这一点 所以开始就没想让他们拿到钱回去 可是这一切随着美国总统川普的再次当选 顷刻间发生了剧烈变化 前不久从中国大陆传来消息 中共体制内官员称 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正在担心 川普上台后将会对中国征收高额的关税时 没想到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俄罗斯却先下手了 据外媒11月28日报道 俄罗斯家具和木材加工企业协会套路 由于中国家具五金配件关税从零上调至55% 俄罗斯家具价格可能出现大幅上涨 与此同时来自欧洲的同类配件关税可能仅上调至10% 是的您没听错 俄罗斯已经默默的抢先美国一部 对中国的部分商品加征55%的关税 俄罗斯最大的家具配件供应商 Beyad公司总经理Wadim Velidanov 指出对视为友好伙伴的中国供应商 采取比欧洲迟早上更严格的条件令人不解 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供应商的压制 进而影响整个俄罗斯家具行业 听到此消息网友们惊呼 美国还未对中国开打贸易战 最亲密的盟友却先动手了 这对于众多的俄粉来说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网一号作者山间天语分析认为 这点都不意外 一是俄罗斯实在是太缺钱了 二是他们根本就没拿我们当回事 山间听语在文章中写道 俄罗斯缺钱很好理解 但说他没把中国当回事 估计很多俄粉会表示不服 其实俄罗斯不仅不把中国当回事 坑中国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那可是有着悠久的历史 占我国数百万平方国土的先不说 就拿这几年来说 他一边是让中国支持他 一边不停的坑中国 今年年初 俄罗斯牵头召开了一项 名为促进南海合作的国际会议 该会议不仅邀请了越南 菲律宾等南海沿岸国家 甚至还邀请了印度等非南海周边国家 却唯独没有邀请中国 其背着中共国重回东南亚势力范围 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 昭然若揭 今年6月 普京又亲自访问朝鲜 双方签订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开始挖中共国墙角 随后又邀请朝鲜的军队赴俄参战 完全打乱了中共国的战略部署 此外普京还亲访蒙古 越南中亚等传统盟友 并频频利用中意摩擦进行离间策略 在中国周边精心布局 为战后遏制中共国 留好了足够的后手 对此可能有许多被中共洗脑的额粉 还是心有不甘 认为中共宣传的两国关系已经无上限了 他怎么可能算计中国 山间听语认为 且不说最近200多年来 他一直在算计中国 占领中国数百万平方国土 在上世纪60年代还差点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就说现在这种友谊对俄罗斯来说也仅仅是绝境之下的无奈之举 俄粉们可以想想 自俄罗斯建国以来 从基普罗斯开始到沙俄苏联再到现今的俄罗斯 他跟谁有过真正的友谊 他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血腥扩张的历史 他周边的国家 哪一个没有被他欺负过 在扩张的过程中 仅在我国就制造了海南炮 江东六市四屯海神外大屠杀等大屠杀事件 就拿此次爆出的对中国高额征税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关来说 这个地方正是中华故土海神外 在侵占的中华故土上 对中国征收高额进口关税 让人感到既魔幻又心酸 山间听语表示 俄粉说的最多的还是 重亡齿寒论 不管怎么说 现在就应该联合俄罗斯对抗北约 否则若俄罗斯失败了 北约下一步就要对付中国了 今天就来说到说到这个 存亡齿寒论 远都先不说 这些俄粉但凡了解一下 这二三十年的历史就会知道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曾四次申请加入北约 但因为条件不符合 被拒之门外 如果俄粉担心 俄失败后北约对付中国 为什么就不担心 俄加入北约后对付中国 而且这些俄粉 整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这本身就令人费解 俗话说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你是做了多少亏心事 才会整天恍恍不可终日 脑担心别人来侵略你 欧洲很多国家之间 连边界都没有 居民自有出入 有的小国 甚至连军队都没有 他们怎么一点不担心 别人来收拾他呢 整天担心别人侵略自己 说好听点叫疑神疑鬼 说不好听点就是典型的受虐狂 他说 还有一个观点 也常常被俄粉作为口头禅 那就是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更是典型的毫无原则 唯利是图建立妄议的心态 如果你抱着这种心态去交朋友 肯定交不到真正的朋友 因为在你眼中 只有利益 没有公平正义这些人类的 基本价值观 谁还敢跟你交往 俄罗斯的重心应该还是回归欧洲 他与中共国的交往 只是困境之下的 全意之际 一旦战争结束 与西方交好 仍是他的基本国策和目标 那个时候 他把中共国作为筹码 甚至投名状抛出去 是完全有可能的 山间听雨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他没有提到的是 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 原来是从苏联的官僚体制中出来的 他又是原苏联的克格勃的头目 他对中共的认识 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更清楚 所以在普京眼里 与其说是对中共国充满不信任 不如说是对中共充满了恐惧 所以他真正的国策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应该是远离中共这种共产国家 而真正的融入西方 只是由于国家之间的历史纠纷 和经济上的各自算计 再加上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不信任 这个目标对俄罗斯和普京来说 都显得很艰难 而在中国方面 中共是挑起俄乌战争的背后重要推手 中共也一直在利用俄乌战争研究 其对付西方国家的策略 华尔街日报12月1日报道 据知情人士透露 早在俄罗斯全面入侵 乌克兰几个月后 中国就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小组 专门研究制裁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并定期向中国领导层提交报告 目的是总结应对制裁的经验 尤其是如果台海战争爆发 可能引发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实施类似制裁的情况下 找到减轻影响的方法 中共官员该小组成员定期前往莫斯科 与俄罗斯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其他应对制裁的机构会面 这凸显俄战争引发的新型经济战争时代 经济政策和地缘政治战略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而且随着川普重返白宫 并可能加强关税作为谈判及施压工具 这种趋势可能加剧 俄罗斯经济虽在战争期间展现了韧性 但是最近在西方的持续压力下也渐渐面临困难 本周随着美国对俄罗斯银行实施新的制裁 卢布的汇率叠至战争初期以来的最低点 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石油出口 还有与北京的合作 中俄的领导人都试图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中国的跨部门小组表明了解双方 合作的深度 北京对俄罗斯的支持也并非是单方面的 研究中俄关系 柏林智库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陈寒盛指出 对中国来说俄罗斯是一个制裁运作方式 以及如何应对制裁的实验场 中国知道如果台海战争爆发 针对他们的制裁手段将会很类似制裁俄罗斯 中共对俄罗斯3.3兆美元的外汇储备显得尤为关注 俄欧战争爆发后 美国及其盟友冻结了俄罗斯海外的资产 这让北京更加积极的寻求将储备多元化 远离美元资产如美国国债 2023年秋天 习近平罕见视察了国家外汇管理局 表明对制裁风险的高度关注 知情人士表示 习近平在视察期间询问了 如何保护外汇储备的问题 负责研究俄罗斯制裁的跨部门小组 由中国主管经济和金融事务的副总理何立峰领导 他直接向习近平汇报 一位了解中国对俄罗斯制裁研究的知情人士表示 北京对一切都很感兴趣 从如何绕过制裁到所谓的积极效果 例如促进国内生产的机理措施 自俄战争爆发以来 中俄关系迅速升温 去年双边的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 主要由俄罗斯石油出口推动 在俄罗斯出售的新车中 约60%是中国制造的 不过这种关系并不对等 虽然中国占俄罗斯贸易额约三分之一 但俄罗斯只占中国的一小部分 俄罗斯的出口主要是中国可从其他地方获得的石油和天然气 这意味着如果情势逆转 也就是台海战争爆发 莫斯科无法为中国提供同等的经济支持 虽然美国也正对中国实施制裁 包括对先进半导体的出口限制和针对华为的措施 但台海战争可能引发规模完全不同的经济战争 西方的全面金融制裁将彻底扰乱中国的金融系统 分析人士指出 中共从俄罗斯经验中学到的主要教训是准备工作的重要性 战前俄罗斯试图让外汇储备多元化 经济去美元化并建立国内的金融基础设施 尽管成效有限 但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让俄罗斯经济抵御了制裁 还为俄罗斯赢得适应的时间 此外中共还学到了联盟的价值及局限性 欧盟美国英国及其盟友联合起来 将俄罗斯的主要银行踢出Swift金融网络 并实施石油价格上限 而俄罗斯则加强与中国、伊朗和朝鲜联系 予以反击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 还从俄罗斯的经验中了解到 与全球供应链相连的潜在陷阱 多年来 俄罗斯一直想实现经济自给自足 但大部分都失败了 被制裁后 莫斯科发现自己严重依赖西方零件 突然无法获得这些零件 甚至让汽车制造业等产业几乎整个关闭 俄罗斯车厂不得不生产缺少安全气囊等功能的汽车 因为无法获得所需零件 美国前国务院制裁官员菲什曼指出 对于任何深入全球供应链的产业来说 制裁都会极具破坏性 这让中国许多产业都面临高度脆弱性 不过俄罗斯也让北京学到了其他绕过这些限制的方法 例如为了规避石油价格上限 莫斯科使用一个非西方国家 拥有或保险的船队网络 据分析人士称 目前超过一半的俄罗斯海运石油 由这个所谓的引子船队运输 美国及其盟友正加速制裁这些船制 现在的问题是 之前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基于 俄罗斯因向乌克兰开战 又不能速决 其后面对国际社会的大力制裁 被迫与中共结盟形成的局面 而这一切在川普当选后发生的迅速变化 令所有人感到震惊 普京在川普动手之前 抢先对中共加增55%的关税 也许是在向川普发出明确的信号 我以最快的速度捅了习近平一刀 以此表示随时结束俄乌战争的最大诚意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